這件事250平米 南市長安排到二月二十日在衛生局長陳宜 南市有書公會理事長吳靖明 和市議院新政黨頂人的北斗下 整個南區憲法有局如人有局 來拜訪年齡已經七歲 一個人過到老有書苦心 而且現場來包起口罩 拿回來有書這時候包口罩的幸福 這兩個把它裝進去 我真的知道說裝好難裝 手冷生巧 恩偉晴說看別人做很簡單 自己來才知道是不簡單 真的拿回到有書的辛苦 我裝進去了 膠帶要撕掉 撕掉了 放起來 放起來 撕掉 放起來 折起來再放起來 對 對 好了 市長好裝嗎 不好裝 你看我 花了半分鐘多鐘才裝一個 那如果要裝300個好不好 所以要花150分鐘 所以要花兩個半小時 剛才說實際上來撕掉有書的辛苦 因為到今天來也是要跟我們說 口罩生命治後的有書 它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正是現在口罩的數量比較少 他們要先收到民眾 買不到口罩的路 竟在下班後 要趕緊來分成價格買不到的口罩 造成貼來上很大的負擔 提供包裝材料方面 他們都是自己出工資料 對到有書的犧牲 奉獻 我們就代表達南市民眾的有書 有書官會來 提供最大的建議和下議 包材的部分 我們考量適當的予以補助 人力的部分 我們先動用 這個我們的志工朋友 來幫忙我們藥師 因為他們光是要分 分裝這個 200個口罩 可能要花一個多鐘頭 將來如果要Double 400個口罩 可能要花兩三個鐘頭 坦白講這個是時間 體力上的很大的耗損 所以我在這部分台南市 我們優先來動員我們的志工 在人力上來補充 那用一些經費 來補充他們物力上的耗損 這點我們是優先來做 昂貴德來表示說 台南市總統576間的社區 憲法益局 配合政府實施口罩實民制的精神 很多藥師都幫助商品的工作 他沒有協助配售口罩 協助民眾安心來處理口罩 去藥師他的年紀已經七十 但是同樣不太辛苦 為民眾的擁有安全 含著社區的防疫罷關 萬年市民健康 不能欠口的角色 再次鑑賠 特別叮嚀的苦藥師 參與的防疫個人是很重要 但是千萬不要再給你休息 放上心情哦 hoc 多謝 感谢观看